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节目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为您系统性的来分析一下 1989年4月26号人民日报的这一篇社论 简称叫426社论是怎样污蔑正义的学生爱国运动的 这也是我们纪念1989年天安门始建的系列专题节目的第二期 这个426社论在开篇 他就把胡耀邦给扯了进来 这个社论是说在纪念胡耀邦的运动当中 学生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那么这个社论刚开始 其实就是把学生们做了一个分化 他说大部分学生是好的 少部分学生出问题了 这样的其实是等于是为后来他进一步的缺弱学生们的力量 做好了一个准备和伏笔 那么这个426社论呢把那些少数的学生呢称为不正常情况 社论说呢说 极少数人造谣 然后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 那其实而且 这是给学生们列的第一大罪状 那就是说你干什么都行 但是你不能够直接攻击他的党魁 也就是学生们直接指名的邓小平和李鹏 要求他们下台 那么这是共产党当时来讲是绝对不能够容忍的事情 所以说这也是这一篇426社论 之所以能够被中南海炮制出炉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条罪状呢给学生们他说 学生们蛊惑群众冲击中南海 还有新华门 那么第三条罪状呢说 喊出了打动打倒这个共产党这样的口号 然后第四条罪状说 这个其他地方发生了一些打杂抢杀事件 那么其实呢可见 在这个部分 426社论呢 给学生们列举出了他们的一些行为 不错 这确实是有的人喊出的口号 但是共产党在这里边根本就不反思 为什么他们会喊出这样的口号 而是一个界的给学生们扣帽子 他先呢 陈述事实说 有人喊出了打倒反共产党的口号 但是他又在这个句子的后半段 加了什么呢 加了反动两个字 来对这个前面的行为做一个限定 其实就是说 你不管怎么样 但是你前面这个行为呢 是反动的 这其实就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 给学生们上了一层黑暗的颜色 完全就是在抹黑学生运动 因为从基本上来讲 那么如果人民要推翻一个暴政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就无所谓反动不反动 那是人民的意志 如果人民想要反动的话 那谁也不能够说什么 因为法律最终应该有人民之定 这才是民主的真正意义 好 经元继续看四二六社论 那么四二六社论说呢 针对你们前面这些行动 这个中南海采取了比较克制的办法 那其实这就为后来六四的这个镇压 埋下了伏笔 那就是说原来的时候什么 我曾经在四月份五月份的时候非常克制 到六月份我忍无可忍了 我就开枪了 这就是为开枪做好准备 可以说呢 四二六社论是从舆论上 向学生运动开的第一枪 这个第一枪呢 可以说打得非常强烈 让很多的当时的学生都认清了 中共已经是无可救药了 这才导致了在六月初的时候 学生们誓死捍卫这个民主女神像 而且誓死要与共产党抗争到底的这样的一个歧视 那么他继续列举他是怎样克制的 这个四二六社论说 在四月二十二号 胡耀邦的追究大会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追悼大会之前 已经有一些学生到了天安门广场 那么共产党呢 当时他说他没有按惯例清场 共产党要求学生们只是遵守纪律 一起追悼会要办 那么这样的这个会呢 这个追悼大会其实当时来讲 还是正常的举行了下去 这个会追到大会之后呢 那么当时有些学生 仍然呢 纪念啊 这个胡耀邦的这个生平 但是共产党这个时候就说 这些学生开始在蛊惑人心 你看他用的这个词 非常力度之大 给学生们呢 扣的这个帽子是非常的 这个性质非常的狠 而且呢 继续的把这个学生的行为呢 仍然是说成反动啊 等等 而且这个地方还 雷米日报还引用了宪法 他说你们这些行为已经违宪了 你们已经反对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等等 其实共产党知道 他这个宪法呢 就是用来擦屁股的 他不用的时候就放到一边 用的时候呢 他就拿起来说 这个宪法如何如何管用 其实他只是用来宪法 来怎么样 对其中那些对共产党有利的部分 他会大加宣扬 其实宪法还保证人民的 这个集会啊 游行示威的这个言论表达自由呢 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就不去刷 那么当时呢 北京那些学生已经呢 在学校里边成立了一些学生组织 那么针对于八四年代末期 中国当时社会上腐败横行 一党专政这样的情况 学生们已经开始进行反思 但是在这篇设论当中 中共把这些学生组织 一概的污蔑为反动组织 而且这篇设论用的很多词呢 对于学生们是极尽污蔑之势 他用了什么 鼓动 还有呢就是盗用啊 串联啊 企图啊等等 试端 用了很多这样的 具有什么 这个贬义词的这种感情色彩的 这种描述语言 来对学生们整个的这个行为呢 进行一种描述 进行一种宣传 可以说呢 这篇稿子当时呢 在中央电视台 使用过电视广播 还有平面媒体的报纸等等 播送的时候 其实呢 共产党就是在 给学生们 为审判 已经先定了罪 然后 共产党列举完了 学生们的前面的这些行为之后 他就说 这些人 你们不是在悼念胡耀邦 你们不是在为了中国的民主进程 你们也 这个不仅仅是发发牢骚的问题了 你们是要捣乱中国呀 破坏安定团结政治局面 共产党这里所说的安定团结政治局面 是什么呀 大家想一想 80年代后期 中国呢 其实在赵紫阳和胡耀邦 整个的开创的这个 相对来讲 在共产党这个体制内 尽可能的让中国自由一点点 让学生们能够发生多一点点 让人民群众能够多多的做主一点点的时候 共产党仍然在强调他的这个安定团结政治局面 其实就是在 是邓小平和李鹏呢 用这个社会 向当时的赵紫阳呢 喊话 向党内的这个改革派喊话 拿着学生呢 等于当成了一个棋子 寒沙摄影的表明 那么当时呢 邓小平的意思就是 那么整个国家还是由我说了算 安定团结 那就是邓小平定于一尊 和现在习近平是一样的 定于一尊 安定团结 什么叫安定团结 共产党所说的安定团结 说白了 就是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 大家用一个腔调说话 用一个步伐走路 用一个理论去指导行为的工作 那这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 这叫团结吗 这只能叫虚与伪夷 只能叫一种 可以说 人们都做皇帝的 不去揭露皇帝的新衣 却要做共产党的奴仆 这就是共产党 在这篇社论当中 所说的所谓安定团结的真实面目 然后呢 这篇社论 直接给这个整个的学生运动 定性了为什么 阴谋 而且是一场动乱 那么为什么呢 他就说这些东西 整个是在否定 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 其实我前面刚刚讲过 如果人民要否定 这个国家的任何一切东西 都是合法的 因为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而当时共产党已经把自己 放在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 这很明显是不正常的 而且当时共产党已经看出来 它已经是恼羞承诺 决定要对任何的反对的声音 痛下重手 然后这篇社论呢 画风进一步的指向学生 他说我们如果这样纵容的话 那我们整个的这个 改革开放的这个成果 那就要复制中流了 说白了 他的意思就是 如果说大江要推翻了共产党 那中国还有学员领导呢 其实这个画的一根本意思就是这样 和现在共产党在微信 在朋友圈里边宣传的那一套是一样的 那就是中国啊 不能有 不能没有共产党 没有了共产党的话 那中国就乱套了 当时呢 共产党其实已经感觉到 自己的时日不多 很有可能在80年的末期 苏东巨变 而且社会主义运动 在世界上 如多米诺骨牌一样 全面崩塌的时候 共产党似乎也难逃一劫 所以说共产党这篇社论 我们刚才为您分析了一下 它的主要的内容 可以看出呢 它是完全在垂死挣扎 它当时已经呢 即使它没有六四开枪 当这篇社论的发出 已经是一个最有利的证据 表明呢 共产党这个邪恶的组织 已经失去了任何的合法性 好 那么关于呢 426社论 是怎样污蔑正义的 学生爱国运动呢 我们呢 通过为您呢 摘取其中的一些字眼 为您详细的分析 整个社论的 编写的这个脉络 和行为的逻辑 我想大家呢 应该有一个 更深的自己的思考了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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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